这样子按就可以了 消防队员们 遵从护理师的指示 为长辈按摩背部大肌肉 促进肌肉血液循环 恰到好处的手镜 让长辈直呼很舒服 连连比赞 桃园市府消防局回龙分队 日前来到乐生疗养院 关怀护理之家的长辈们 不仅为长辈们按摩 还与他们一起手作新年布红包 分享年节喜气 让院长十分感谢队员们的爱心 那个消防弟兄 是乐生最好的朋友 那他们除了保护乐生 所有的住民 还有医院的住院病人的安全以外 那实际上他们今天 也非常的给我们一个很温馨 给我们那个护理之家的老人 带来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然后教他们怎么样做红包 怎么样做一些才艺 那实际上我们很感谢他们 让消防弟兄加油 谢谢你们 新年快乐 除了身体力行关怀长辈 回龙消防喷队也向长辈们宣导 避免火灾发生和火葬的逃生之事 破除要拿湿毛巾捂住口鼻的迷思 也让长辈们听得津津有味 喷队长表示 很开心能有机会在年节前 来到医院和长辈互动 并分享消防知识 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又开心迎接新年 那我们就是谢谢热生疗养院 让我们可以去深入到疗养院里面的养护中心 那因为新年快到了 农历新年快到了 陪这边的住民一起体验这个过年的一些氛围 那除了做一般的那个火灾预防宣导 避难逃生的观念之外 那也陪伴住民一起去做手作红包的活动 那也替住民做一些按摩啊 还有一些服务的一些 服务的一些关怀 那希望能够在做火灾预防的同时 可以达到关怀在地关怀下面的效果 前一阵子疫情 那我们消防队也没有说 比较少机会能够去跟这个乡里做互动 那今天就觉得非常开心 非常愉快 那可以跟这边的住民一起体验 过年这种快乐大家在一起 一起手作啊 一起互动的那种氛围 开心拿着自己做的红包 与消防弟兄们拍照 长辈们笑得好开心 也让消防弟兄们露出微笑 为这场小儿温馨的宣导划下据点 据人中和报导